最近各家民調都非常的多 那從數字上我們沒有辦法一一去做一些分析 但是從整體的趨勢來看 我想蔡總統過去三年所累積下來的 在執政上的穩定經濟的發展以及種種的改革 已經可以讓人民感到這是一個持續向前進步的政府 因此大家對他的信心是已經強力的建立起來的 柯市長的意見是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無論如何整個黨中央以及總部競選團隊 絕對不任何的鬆懈 我們還是一步一腳印握住每一雙手 爭取每一張選票跟每一個各個領域的人 來訴求我們的政見 那麼總統以及副總統的參選人 他們都分進合集在各地向人民來提出這樣的訴求 我們的選戰的策略步驟是不會改變的 我們一定堅持到1月11號 大家把票投下去 讓民進黨能夠保住本土的政權 取得國會的優勢 我們才有能力繼續推動我們的進步價值 所以你對選舉的民調其實並沒有那麼樂觀的看待 我們是信心 但是不能講樂觀 我們是在穩定的過程中我們深具信心 也因為這個信心才讓我們一直能夠堅持到最後 這個信心希望大家一起來相信台灣的民主 如果你們一定會提升 這個信心要很快 我們會想把一個提升 那要去教育的放置 我們會想要做進步 來吧 我們要去教肥的